没想到啊,像我这么稳健的人,六级仓库爆仓居然失败了,事情是这样的,开去第二天晚上接近九点的时候,我石头的资源储量已经满了,并且其他建筑也升级到了指定的等级,但是这是我前一时里认为的,我就矿矿的一顿领取,结果,结果我发现我伐木厂和椰铁厂才升到六级,当时心都碎了一地, 看着只有二十四万石头的仓库,欲哭无泪,没办法,幸好还有点测书,秒仓库到九级,屯田到二十八万的储备吧,本想在难受的时候抽个五连透透气,万一来成了呢,可是啊,我发现我又又保底了,太惨了,不知道还得抽多少个免费半价才能抽出城,希望这次保底,能来个诸葛亮或者刘备吧,开去第二天晚上十一点钟, 我资源宠备终于能秒七级成了,但是当晚升级不了军营,资源测书全部用完了,我还是用金珠买的测书,所以只有等第二天早上起来秒军营开六了,开去第三天早上,我将军营秒到四级,并且将郭怀升到二十级肉,开了我的第一个六级地, 由于我这里位置不好,附近没几个六级地,真差半天,没有我能打克制的的,所以我直接无脑冲了旁边的马粮粮食,运气还行,冰损五千,拿下第一块六级地,休息了一会,我又打了第二块六级地,依然没克制,而且还是脏霸,然而打的是轻松的, 因为赞臂是加到郭怀身上的,而臂时机虚是攻击统帅最低的武将,脏霸攻击郭怀,所以我冰损很小,但第二队恶克制,冰损有点高,害管他呢,在我看来,开荒没翻车就已经很好了,第二块六让我休息了两个小时,上午十一点半,我打了个黄泉石头,因为张飞吃赞臂的保护,加上我这队控制比较多,所以, 拿捏黄泉一如反掌,休息一个小时后,十二点半,我又打了个六级木头,依然没有克制,结果第二队守军是马良,我也想不通,为什么遇到马良队,会让我翻车,军营和武将等级都那么高,这冰损我是接受不了的,屯田的都有后,我就把主力拉去打成了,本想着能喝口汤的,结果这群老六,瘦速一个比一个快,最后我就摸了点橙皮, 不过失之东鱼,收之桑鱼,正好旁边有几个六级地,我兵力这么多,这不得拿几个再回家啊,哈哈哈哈爽,最后收了两个六级地,心满意足地回家了,不过,真就有点赛如施马烟之飞福那位了, 因为打六,错过了做八级地任务的机会,又难受了,好吧,不过我又能存兵开六,发育要紧,到时候自己做八级地任务吧,这期就先到这了,点点赞,下期见